TVB事后李嘉欣2月9日卸人生香港全湾出席开年活动 他表示今年春节没有工作安排 可以跟家人包括男友跟男友的家人一起团联 被问到有没有被双方的长辈催婚 李嘉欣表示没有 没有 这一年我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往年 往年也没有 再下一年就有了 但是过后他们就没有再催我什么 伤小孩啊 要结婚的那种 他们已经放弃我了 对 李嘉欣也批你今年很大机会会结婚生BB吗 那么肯定 哈哈哈 我自己也很怕 很有机会啊 她说会结婚吗 很有机会结婚 但是我还没有这个计划 那就要看一看2019会不会了 对 另外 李嘉欣日前做客TVB台著郑玉玲主持的电台节目 谈到拍戏的时候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但是没有人叫开拍 于是就一直停在那浪费了很多时间 郑玉玲立即表示自己会主动严肃地问等什么 更表示现在的李嘉欣绝对有资格问 但李嘉欣就谦虚地表示不想给大家造成嚣张的误解 谢谢杜姐怎么讲 其实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格的 我觉得工作的细分很重要 我喜欢工作的细分都是大家 大家开心活鞋的就好了 不需要什么 说一句话 如果别人不舒服的话就不好 对 谋方全媒 香港报道 拜拜